我老是你來做 王世賢霸氣十足 在角頭二里 飾演北館的角頭老大 時隔兩年再退續集 不只有本土一哥的加入 甚至還叫來 好萊塢武打巨星邹兆龍 睽違將近三十年回台灣拍戲 我好不妥喔 我八本 以前那一家 還記得嗎 不同於上一集在暑假上映 續集瞄準賀歲黨籍 甚至選在除夕當天推出 就怕觀眾對兄弟黑幫電影 都有暴力的刻板印象 劇組提前兩個月開始跑宣傳 還跟志工長輩拉近距離 趁機拉票房 雖然是擺在賀歲黨期 但我覺得這個其實 也是蠻適合合家觀賞的 你們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都很打打殺殺 很暴力什麼什麼的 但是問題是 它更多的人情冷暖在裡面 更多的人情事故在裡面 這我覺得是 非常值得大家去探討 其實角頭類型的電影 在賀歲黨期上映不是頭一遭 2010年的MANGA 就在全台賣出2.6億的票房